大家好,欢迎又来到北斗雍频道 今天是2023年7月13日第930集 我们今天的题材是年星四日,不问你怕未? 在我们这一站未开始之前,都在这里呼吁一下大家可以的话,希望你们可以给个like 按一下小铃铛,以及订阅了我这个频道 就可以经常都可以看到我的视频 我们说回我们今天的恒生指数,今天升得非常之厉害 升了是489点 而且那个成交金额也去到1113亿 是近年罕见的 不过这个星期,连续四天已经升了 明天就是最后一天 所以我们就想知道在7月份的第2个星期 到底会不会整个星期都升呢? 如果是的话,那就真是经典 亦非常之好看 至于外围方面 有没有什么情况呢? 转头和大家说 至于我们这个恒生指数 现在的情况就好很多 因为你看到那颗星星 已经越走越近这个平均价 就是这个中线位 似乎是向好的 不过我也是那句 连升四天之后 到底能不能够再继续下去呢? 明天又会怎样呢? 很重要 外围因素刚刚才说起 就是美国总统拜登 发布了这个行政命令 也是延长 前总统特朗普所说的行政命令 做什么呢? 就是维持终止或者取消对香港的 特殊待遇 拜登 筹批评中国政府近日采取的措施 破坏了香港的自治 而且就是令到这个美国国家安全 外交 经济等等 造成 极大不寻常的威胁 因此有必要 继续维持这个对香港 取消这个特殊的待遇 这个做法 一点都不出奇 这两个国家说 现在大家多了来往 但是其实在桌下 大家都是拳来拳往 脚来脚往 当然我们香港的 或者是中国的外交部 也是强烈回应 也是说的是强烈不满 而且是坚决反对的 他当然当然指责这个美国的做法是无理 也是干涉了中国的内政 对了 因为香港 现在是不可以有自治的 还不是干涉中国 和香港的内政 还是香港的事务 所以形容为 再多的制裁 也是废纸一张 所以就不贵 没所谓的 因为 损失的可能是我们香港 但我们香港到底有多大损失 我们也估计不到 也可能未必太严重 不过这件事 始终都是在破坏 我们香港的经济 这应该是事实 我们在上一集第929集的时候 就说 既然市场悶不满 不如就找些弱势股来玩一下 因为说明弱势 就是人上升他不上升的嘛 在这一集第929集的时候 就介绍了几个 不过今天就不幸 因为今天的股市 升回上去 大部分都涨了 这里 就显示到 我在想 今天涨得这么英俊 会不会我们香港的本地僵 有些的股票 都可以打入这个 十大的升幅 里面 我是指南丑股方面 谁不知一看 升幅有5%以上的 就是这一集股票 而这一集股票里面 我看不到一只是香港的 不过我们香港最棒的那一只 就是三八八港交所 不过他 那个升幅 都是排名在第十二位 就是说十大都打不入 所以这个都是中资的天下 大家都不要眼红了 都是这样的 至于 在第929集所介绍的 这五家公司 比如新红机 恒机 电能实业 中电控股 以及香港电讯 今天 都有不同的升幅 就是说 走保 不过没办法 昨天又卖不出 这一家叫做中国联通 今天也是卖不出 其实今天我已经把价钱降低了 我都不要求有 5.45买出 我调低了1毛 5.35都可以 谁不知今天最坏 就是升到5.34 然后就不升上去 如果不是的话 应该今天就成交到了 没办法 今天不行 就等明天 明天继续挂牌 5.35 如果可以的话 希望可以尽快套现了它 因为有很多股票值得买的 另外 就是如果那个股票 是升得那么紧要的话 没理由再继续升上去 一定有机会跌下来的 跌下来的时候 是不是买 一些股票会好些呢 现在就和大家谈一谈 我希望大家看一看这幅恒生指数的走势图 其实都是全部在7月份里面的 我们知道它在7月份里面 最高峰的时候应该就去回 7月5日 当时的恒生指数可以上回 19,425点左右 接着你会看到这幅图 一个妖形 跌了下来 跌了下来 跌了两天 跌到底部 接着这几天 就开始升上来 现在就在做19,350点左右 其实距离 5月7日的高位 只差一百几十点 所以如果见到它 连升四天了 我就在想 好不好去买这7500呢 因为我一直都是对港股 一般的 好的 看得不会是特别好的 既然它有得升的话 是不是应该要 买这7500来震下仓呢 我是这么想的 明天就星期五 如果明天的恒生指数 还可以升 最好再升到它 三五百点的话 那就全合了 所以令到这个7500 跌回来 4元以下 而且我又可以将 联通的 股票卖出去 刚刚套现了这笔钱 就可以踏在这个7500身上 7500 最近的波幅 很厉害 所以我在想 我也不贪心 有5%至7% 叫做走一转的话 怎样也叫做好 把钱放在银行 都可以试试自己眼光 看自己说得准不准 是不是 因为连升四天之后 没理由天天都涨的嘛 如果天天都涨的话 这也是一件好事 反正我有很多的 香港股票 如果有机会套现 我也想套现 所以希望 股票继续 升升升升 那就最好了 刚才我们在片头 也都说了 香港 被美国 算是制裁了 内地方面的经济又如何 大家不妨听一听 看看这个地图 今次的主角 我想说 这个叫做 保定市 这个保定市 其实离开北京多远呢 大家可以看看这两个战坠 一个去北京 一个去天津 就好像形成一个三角的状态 为什么要说这个地方 这个保定市呢 这个保定市的常驻人口 就有1000万左右 叫做河北省里面的 保定市 最近就爆出了 有些巴士路线停运 听说巴士数量 由原本的1300多架 现在行得的 只有333架左右 这件事你知道 这些服务来的嘛 如果是停了这些服务的话 当然是引起 当地的居民的不满 也有广泛的报道 当地的巴士公司 就这样回应 自从2020年之后 这个营运收入开始 就处于一个低迷的状态 而且经营的资金 是異常紧张 就是说根本是日不夫之的 所以尤其是这个 纯电动巴士 它的电池其实已经过了期的了 已经是无法更换 根本就没有钱了 所以就影响这个安排 和这个运力方面 也是受到影响 另一方面 譬如好像这个保定市的火车站 附近的一个巴士站 原本有24条巴士路线正在走 不过现在 有一半 都是停运了 现在这个时间 就算不停运了 那些 都是拉长时间 譬如说 假设 15分钟一班 现在变成20分钟 25分钟才开一班 总之 省得省得 保持有限度的服务 当地的士司机 其实他们很开心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 看到路上的巴士越来越少 他在巴士站 可以拉到的客人 越来越多 那他们就有饭开了 但是 保定市的公交公司的工作人员 他这么说 其实公司已经 发生财困 已经不是最近的事了 一年多次已经有了 不过最近才被人拿出来报道 那 自从2020年 因为新冠疫情爆发了之后 当地巴士的运客量 就少了很多 那 每月的收入 都不够平时正常的情况之后 30%都不够 那你可想而知 是萎缩得很厉害的 所以资金 就好像不够了 资金不够的话 有很多要维修保养的 都做不到的话 更加不可能 是出车的 所以 现在运输的安排 是严重受到影响的 这个 保定市只是中国其中一部分 但是你知道 他有千万人口的嘛 都有GDP的嘛 所以如果这个地方做得不好 其他地方又会有什么情况呢 这个值得大家 去想一想的了 中国的一个城市有问题 那就未必代表全部都有问题的 但是如果我们中国的出入口有问题的话 那就真的大问题了 最新的公布消息 希望大家听清楚 中国海关总署发布了一些数据 他说如果用美元来计的话 6月份的出口 就有2863亿美元 按年跌了12.4% 这个幅度是高于市场的预计 市场都知道 是要跌的了 大概跌10% 但是现在 跌了12.4% 换句话来说 是什么意思呢 即是没有订单 没有那么多订单的话 自然的出口就跌了 你也知道 出口的一个sector 应该还有很多人在里面 尤其是工厂 所以如果出口的金额 是不断地跌的话 证实这些单 来得的话 就越来越少了 很恐怖 接着 进口 进口就有2147亿 OK 按年就跌了6.8% 不过跌幅也是高于市场的4.1% 那是什么意思呢 因为入口 通常都是中国人 或者中国公司要用的材料 或者是产品 如果你买得少 从外面买得少 进来的话 都是代表 我们中国人 或者是中国公司 第一不需要这些东西 如果没有订单 那当然不需要 外来的物料 而且 内地的人 他们可能 收入也是减了很多 所以对外国的产品的服务 产品 的需求 都是比以前少了的 所以 进口也是跌了 进口跌了的话 其实也不是一件好事的 代表我们中国人 如果享受不了外国的先进 产品的话 其实我们的生活指数 也是降低了的 不过不要紧 贸易方面 仍然是有赚的 因为 出口有2800多亿 入口也是2100多亿 一来一回 还有700多亿 但是 预期 原本可以 赚到749亿的 贸易盈余 现在 只有706亿 少了一点 这个 已经是一个大问题 我都说过 我们的GDP 出口 其实中国来说 都占一大部分 现在出口的情况 是差了的话 我不能够说他跌了 我只能够说他跌了的话 出口跌了 其实 是会影响了 投资的 因为 你想想 厂都没有订单 怎么会再投资 买多些机器 请多些人 不会的 不会的 坚且 就是我刚才所说的 出口 其实是要带动 一些人的 收入增加的 如果出口跌了 收入不增加的话 你想 消费会增加的话 更加想都不要想 所以这个情况 越来越糟糕的 另一方面 就是如果外国人 不订中国的货 他也不需要那么多人民币 人民币自然就会跌价 兼且 美元的利息 存款利息 又高过人民币 所以 双重加商 就令人民币 可能更加多人 希望转到美元 赚取美元的利息 所以人民币 最近强了一些 那么 遲些会不会再跌下去呢 大家拭目以待 有一篇小道的消息 就说中国的汽车里面 都是鬼打鬼的 有一个消息就是这么说的 他说 理想汽车日前 就公布了 它的销售量的数据 但是就被另一个行家 就是这个小鹏汽车 的一个营销的总经理 就质疑 他说 理想汽车上个月 公布了那个 销售量 竟然排行榜 就排在第一位 因为他可以销售到 7900辆车出去 那么小鹏 就位居第八位 只是卖得出 1200辆汽车而已 不过 也都有 这些网上 也都传达 其实小鹏 这个营销的总经理 根本就没说过 这番话 所以市场上的 信息可能是假的 但是 这个 总经理 他也有说过 他说我们没有必要 是这个 虚张声势 这样去 曬自己 卖得多少架车出去 他说 汽车这个行业 就是长期主义 就会赢 机会主义 就会死得很惨的 一个行业 来的 所以他说 小鹏说 我们都是喜欢 可以踏踏实实地做好自己的产品 质量 和供应方面 希望把最高质素的产品 交到用户的手里面 所以 另一个小鹏的员工 或者是高级的总监 他也说了 就是说 我们不需要每天 每个星期 去公布这个 销售量 来做一个炒作的 应该要注意一下 每个月官方公布的数据 这个才是为实 听起来 好像有一些 源外之音 不知道在说什么 不过今天 我们香港的大市 升得这么紧要 其实 这四家公司 就是四大汽车公司 都是一样的 不是说升幅 是特别英俊的 所以但是这段时间 他们已经炒高了很多 但是炒高 都要看看是 怎样炒高的 是不是真的 那个成绩做得很好 而被人炒高 如果是纯粹是 一些炒作的话 那这些好法 就会跌下来的 美股那方面 昨天也是继续升 也都是升得 我觉得 最近已经去到高位的水平了 你想它跌 又好像又跌不下去了 不如我们听一听 为什么 这个美股 也可以继续支持得这么稳固呢 美国6月通胀率跌至3% 是超过两年来最低 并且低过市场预期 触发市场预料 这个月将会是联储局 金轮加息周期 最后一次加息 最新利率期货 数据显示 市场预料联储局7月 加息0.25厘的机会率是9乘2 9月 11月 同12月 加息0.25厘的机会率 分别为1乘3 3乘1 同2乘4 大家都听到了 所以因为利息可能见顶 不知是否这样的原因 就令到美国股市 还是轻一盒 但是我觉得 现在那个利息 都处于高位 就算不再加息上去 都未必令到 利息可以这么快跌下来 所以大家 不要兴奋过头了 不过 在未结束之前 亦都有一单新鲜的新闻 这单新闻就重要了 大家有没有看一下 下面这一幅图 没错了 这是一个 很漂亮的楼盘 这个楼盘 是长实的 波鲁道 豪宅 早前 为了用208亿 卖给新加坡的财团 让他们自己去发货 证实 拿一笔钱走就算了 不过 这件事 竟然最新消息 是取消了的 所以 在7月13日 卖方 根据买卖协议 就看到 卖方那边 根本就不能够 履行协议 就是说 给不了钱 给不了钱出来 不要紧 杀订 杀订了多少呢 杀了对方 是20.77亿元的订金 不过这个楼盘 我都觉得奇怪 早前我拍片 我也有说过 我说这个楼盘 全部的单位都 亿亿 不过这个楼盘 这些公司 就是这个时间值 你那些豪宅 摆得越久 就越牙烟 最终对方 决定 不要 无端端 就不见了 20.77亿 哇 李泽巨 饱了 是不是 有20多亿 的话 拿来出粮 都够出了 是不是 这一件事 未完结 相信明天 会有更加多的消息 到时再来 拍多一条片 讲详实集团 就fit了 好了 今天我们就说到这里为止 多谢大家 花时间看我这条片 感激 感激 各位 我又出了一篇新的文章 而这篇新的文章的内容 就是针对这个AI 我对他的期望 以及想怎样投资 因为AI其实可以投资很多 有很多不同的板块 我最喜欢集中在医疗方面 医药方面 所以就拿了医药方面的情况 就拿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大家想看长情的话 希望各位可以进来这里 看一看文章 如果你看完之后 看到前后左右附近有些广告的话 希望你可以帮我按一按 我就会有微博的稿费的收入 希望大家多多光顺 感激你们的帮忙